313號二樓頂這個住戶 早上一到早我又看他帶了很多包的水泥後沙子 然後往上帶 鏡頭拉近就看見一位男子 將臉盆內的水泥徒手挖取 覆蓋在凌亂的鋼筋上 弄成一片斜屋頂般的廢墟 這是在台北市吉林路上的一處民宅 屋主在頂樓增蓋違建 經理長反映後 監管處派人拆除 但不到半年時間又死灰復燃 且對比拆除前的模樣 如今景象更加令人擔心 原本之前偽建拆除的地方 就變成一個支架 那裡面有一個空洞 現在想要把它上面鋪平 而且這個地方比上次更危險 因為它的坡度已經變成一個陡形的坡度 如果上面有些少地震的話 上面的東西一定會滑落下來 所以這現在已經到第二次非常危險的時段 所以如果政府再不重視的話 這個應該訴諸於公眾大家來裁決了 到政廠像這種情形 比我們一般的家庭委建還嚴重 那這個應該是到了公共危險罪了 到政廠拆除以後可以待回球場 請相關單位再重視這一塊 因為這個東西它如果砸傷到人 二樓頂上來下來的東西一定會產生重大的傷亡 所以希望政府在適當在處理的時候 可以縱滑然後到時候請相關單位 來把這些東西全部清除 然後再作為球場 因為它這個房子的地體還是他們家的 應該是拆除了會用以及拆那個雜物的清除 就由他們來支付 那政府只是把開例單進 到時候有發現裁護給他們 李蔣說屋主不斷在頂樓加蓋廢棄物違建 嚴重威脅路人生命安全 萬一水泥沙石滑落砸傷人 後果不堪設想 希望市府能夠徹底解決 不要等出事才來補救 記者臨席會議台北報導